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《成欢记》首播翻车 杨子演技遭吐槽,观众给出的理由出奇一致。 4月9日晚,备受期待的电视剧《成欢记》终于与观众见面。 由杨子和许凯主演的这部现代剧,自播出一时便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目光。 然而,与高收视率相伴的,还有关于剧情和演员表现的诸多争议。 《成欢记》围绕着杨子饰演的女主角麦成欢的生活展开。 麦成欢,一个普通的95后上海女孩,在面临与富二代男友的感情纠葛和个人事业追求时,展现出了坚韧与智慧。 剧情虽然平稳,但透出的温情和生活气息让人感受到这部剧的独特魅力。 然而,就是这样一部看似平淡的生活剧,却再次将杨子的演技推向了风口浪尖。 有网友表示《成欢记》首播成绩耀眼,不过是借了前作《追风者》的东风。 对此追风者的粉丝似乎并不买账,纷纷表示对《成欢记》的嫌弃,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其蹭热度的嫌疑。 抛开这些争议不谈,我们来看看观众对《成欢记》剧情和演员表现的真实评价。 在剧情方面《成欢记》被部分观众批评为过于老套,缺乏心意。 尽管剧中透出的上海喜剧腔调和温情的生活气息让人耳目一新,但仍然难以掩盖其偶像剧式的烂俗元素。 比如《卖成欢》大闹婚礼,母亲当众扇她耳光的情节,让观众感到似曾相识,缺乏新鲜感。 此外,剧中还有《电车接吻》、《霸道总裁》等典型的偶像剧桥段,让人不禁感叹编剧的创意匮乏。 在演员表现方面,杨子的演技和外形再次成为众矢之地。 有网友指出,杨子在剧中的表现过于僵硬,脸型也被质疑为硅胶脸。 她的演技也被批评为流水线式的一成不变,瞪眼妆嫩的表演方式让人感到审美疲劳。 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情感戏份上,杨子的表现并未达到观众的期望,让人不禁对她的演技产生质疑。 然而,也有观众认为杨子的表演有可取之处。尤其是在表现女主角麦成欢情绪稳定,积极应对生活麻烦的方面,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在剧中,麦成欢既要安抚妈妈的情绪,又要耐心与男友沟通,还要积极应对各种麻烦。 这样一个情绪稳定,积极向上的角色形象,让人看到了杨子在塑造角色时的努力和付出。 除了杨子之外,剧中其他演员的表现也备受关注。 徐凯饰演的男主角姚志明被网友吐曹魏又一个霸道总裁,但他的演技还是得到了部分观众的认可。 尤其是在与杨子的对手戏中,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让观众感受到了这部剧的甜蜜与温馨。 总的来说《成欢既》虽然存在一些槽点,但依然有着不俗的看点。 他展示了当代年轻人在感情、事业和家庭之间的纠葛与抉择,以及他们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价值。 尽管剧情和演员表现存在争议,但这部剧依然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和讨论。 在未来的播出中《成欢既》能否继续保持高收视率和话题度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请不吝点赞、订阅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